下面我们来关注中欧关系 欧洲议会通过最新的欧中关系报告 关切中国的人权现状 并对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强硬政策表示谴责 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扩大国际金融影响力 现在我们就连线VOA记者 VOA驻伦敦记者 特约记者江静玲 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静玲你好 那么今天是欧盟与中国建立关系40周年的纪念日 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最新的欧中关系的报告 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表示关切 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 欧洲议会是在昨天傍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这项报告的 那么报告除了呼吁欧盟和中国应该要加强合作关系 共同面对包括恐怖主义 气候变迁 全球金融还有安全等挑战外 欧洲议会在这项最新出炉的报告中 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现况也表达了担忧 特别是中国的维权人士 律师 社交媒体的部落客 以及这个学术界和其他的民间社会代表的人权 报告并且敦促欧盟向中国官方抗议中国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草案 以及有关这个网络安全的新法规 因为这些草案和法规将进一步的限制 结社和言论自由 而且也不利于在中国的欧洲企业 那么另一方面 欧洲议会在这份报告中 也对中国当局在处理对西藏 还有就是新疆的强硬政策表达了谴责 我在今天上午就此询问了 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 那么该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表示 欢迎欧洲议会的这项谴责 也期待欧盟官方可以在人权问题上 向中国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 徐破 好的 接下来问题是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 总部位于伦敦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这个星期宣布正式接纳中国为股东 那么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再下一程 现在我的问题是 这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银行 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申请加入呢 静灵 是的 徐破 这项讯息确实令人感到有些诧异 但也是十分值得推敲 因为总部位于伦敦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主要的投资一向是集中在这个中欧 东欧还有就是中亚的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协助这些国家开发和重建 而他从1991年成立以来呢 他的股东国包括了欧洲的主要国家 还有美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总共有64个国家 甚至于台湾也就是从91年开始 就以这个所谓的技术合作基金的方式 投入这个在这里这里的外交官私下是这么形容 中国不感兴趣的组织 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全球政经战略的这个新规划 还有呢就是中国的意向呢显然已经有了改变 那么参与欧洲这个复兴开发银行 不但可以强化中国和欧洲间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该行在这个中亚地区的投资项目 包括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的重点国 像哈萨克在内也在这个里面 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时候争取加入这个参入 这个欧盈呢是有前提和原因的 续迫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龄的连线报道 感谢美国之音